今天豪宅玩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景品 算是杯原子或杯原公仔或鴨泡麵的 泡麵公仔 都可以啊 然後算是 基本上有在玩格鬥遊戲 大家都要 大家除了 應該說是乳 就是所謂的乳窯 電玩的始祖嗎 的角色啊 二郎傳說或者我們講格鬥天王 的不知火舞啊 泰迪的女友 後來好像有結婚吧 的不知火舞啊 然後是 角色設定是一個女忍者 算是一個 應該 就算到了現在應該也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個電玩角色 他雖然沒有像那個村莉那麼有名 但他絕對 是 所謂的電玩界大家都基本上 不陌生的一個角色啊 他的所謂的第三方的繪本 客人 知道的版本也是不計其數 我可以確定是他 他絕對是電玩內 有被 有被 就是 推出所謂的繪本 或同仁制的角色裡面 應該算是 小腳者 打開後 內容物是這樣子 底部是這樣 然後他還有附 保護膜啊 保護膜先拿掉 這類卡吹 還不錯 臉蛋其實也還OK啊 可是我怎麼覺得好像 好像比較圓了一點 原本不是應該要更瘦嗎 而且 胸部 胸部是不是 胸部是不是小了一點啊 上面看是這樣 側面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 然後他的攻擊方式 其實就是用 紫扇 然後手腳啊 雖然他的認 他的認知上 是所謂的女忍者 但其實他好像也不會丟飛鏢啊 然後隱身術啊 然後什麼 火盾之類的 好像不 他那個應該算火盾啊 他的後面 注意看他所謂的腰帶 這兩個腰帶 紅色跟白色這兩個腰帶的部分 這兩顆珠子的部分 他其實會用側 側面攻擊的方式 然後讓這兩顆珠子互撞 會敲出火焰啊 算是他的特色之一啊 上面這樣 正面這樣 頭髮 頭髮其實 我覺得頭髮有點僵硬 並沒有很好看 但本身整體的身型是蠻漂亮的啦 然後比較可惜的是 所謂的扇子的部分是固定住的 然後 這個所謂的後面的腰帶部分 注意看他其實是可以稍微剝開的啦 可以看到他整個紅色衣服的部分 欸 可是這樣不對啊 我記得他後面的部分 其實應該也有一塊布 會把屁股後面這邊遮住啊 可是怎麼會直接整個變成一塊布的方式 然後再來是這一片 所謂的 胸口這一片 確定是固定住了 他在大腿這邊就固定住了 所以這一片是掀不起來啦 所以不用硬掀 然後側面其實那個所謂的側乳 側乳其實蠻明顯的 然後 做工上其實都還不錯啊 指甲的部分其實注意看也有做出來 算是 蠻符合這整個角色的啦 可是我怎麼覺得他的臉 好像實際上 比較圓潤的一點 這一組的臉好像比較圓潤的一點 側面這樣子 這個角度其實都蠻好看的喔 側面 然後另外一面 底部是這樣子啊 注意看他的 所謂的後面兩個 腰帶的部分這邊是做平的 他大腿這邊其實有做平的啦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一定是這樣子 找個平台 好應該要拿泡麵啦 可是忘記 吃飽飯 好像也忘記把泡麵拿上來 放上去是這樣 讓他看 身形比例其實都還蠻OK的啦 大概 屁股這邊到腿這邊大概是 14到14公分左右啊 這邊到這裡的話 大概也是10公分有啦 算是一個蠻好看的身形 大家看一下 這是不知火舞的 泡麵公仔啊 售價啊 我還沒去查耶 晚一點再跟大家介紹 那今天影片是介紹到這裡啊 這是 格鬥天王 可是我記得94開始就有格鬥天王 他這個不知火舞更早之前在 二郎傳說 系列的出現的日期更早 為什麼要特別用酒吧啊 這點還蠻特別的 不知道其他格鬥天王裡面的角色 像雅典娜 然後 K 其實我比較喜歡巴聲 那個念安吧 還是I 的那個角色 那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去收集這一款公仔 他這一款